但與此同時我們看到最新的 中方今天發布的航行警告 告訴大家八月十四號 有火箭殘骸 會落入南海的海域 禁止進入 這些都是同一個事件引發的嗎 還有最新的事 我海上沒辦法接近 因為海上比我強的空頭可以吧 所以菲律賓的高層 現在又說最快下週就要恢復 就是今天開始要恢復 對人愛礁的物資運送 就是一直來 考慮怎樣 不但海面上我要試 空頭我也要試 然後這個空頭 空頭會怎麼投呢 這個C13洞嗎 還是用這個直升機呢 當然這個另外投 這個美濟焦距 人愛礁的距離也很近了 解放軍的戰機 只要兩分鐘就能抵達 所以我們看到 今天這個大陸各媒體 有在說 我們必須要小心防範 菲律賓的這個空頭的這個戰術 C13洞空口 除非這個駕駛員的這個 丟炸彈的本質很高 對啊 船就那麼寬 你就丟到海裡去了 對 它最可能就用直升機掉了 直升機 直升機掉下去 這個問題 船子是一個要引子了 對 擺姿勢了 我先打斷一下 因為C13洞 我今天看到陸媒在講 C13洞院高度比較高 它確實不太可能 那小小一艘船 對啊 不太可能丟 丟不准嘛 所以它可能丟了一大堆 但你知道 這會不會造成一個騷擾效果 就是大陸海警船 因為它丟的可能是建材 那他們已經講了 海警船 我們中方的海警船 要全部撈起來 不能讓所有的建材 任何一袋水泥 都可以撈到非方的手中 但這會不會是一個 成功的騷擾戰術呢 它這個 我跟你講 這個事情根本就不是一個 不會引起中國跟菲律賓的打仗 也不會引起中國跟美國的船打仗 這就是擺賴了 它這個菲律賓擺這個爛攤子 就在那裡搓吧 搓你 這個不是重要的事 我覺得重要的事 是王毅這次訪問 他的訪問是關心 因為原來東盟快要達成南海協議 現在美國挖兩個腳 一個是挖菲律賓 一個是挖越南 越南 越南現在還不方便表態 但是菲律賓已經被它建立基地了 那這個 他來馬來西亞是有很多多重目的的 因為馬來西亞跟新加坡 就是卡住你南海一帶一路的一個大門 好 那王毅有沒有 中南半島的一帶一路呢 要從馬來西亞過來 為什麼要去看新加坡呢 因為新加坡也有一段 它這個鐵路線是從曼谷下來 經過泰國或者遼國這樣下來 一直到馬來西亞 一直到新加坡 新加坡還有一段擺步平時 新加坡好像是跟日本的這個高鐵在 在沒來遠去的 那就 所以 王毅來的目的 最大的目的是這個東海 南海協議行動不容許破壞 第二個 美國跟菲律賓利用馬來西亞 利用菲律賓這個挑釁 它要小心處理 對不對 這個船拖也拖不動 一拖就閃了 對 這個閃架了 因為它已經秀得一塌糊塗 所以菲律賓以前試過啊 用直升機丟那個古籍品嘛 以前試過 不容易成功的 看解放軍用怎麼方式來撥 C13洞啊 那大家就等著看把戲吧 對 你問問空軍看看 我們以前看戰士啊 到戰場上空投 通常又搞不好投到敵人區裡去了 因為風吹的 閃飄的 對 你都把握不住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擺爛攤子嘛 但是我想王毅去真正的目的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對 這個菲律賓 你的態度 所以中國大陸不會用炮 飛彈去打這條船 也不會去拖這條船 它到現在用的就是困這條船 對 不讓你補給品上 那他們的這個直升機來的話 就是驅離嘛 可以驅離 我也可以派飛機過去逼近嘛 逼近 直升機很脆弱的 那個螺旋槳碰到什麼東西就下來了 對 因為美國航母就算過來 你能挺多久呢 美國航母敢開張嗎 對啦 對 中國大陸說我也不用武器攻擊你嘛 你直升機不是要掉嗎 我水炮也可以打到直升機耶 直升機不可能掉很長的繩子啊 對 它掉到四五公尺 那個包包丟下來 直升機就要走了 它也不能丟降太低 可是那個水炮打這個高度覺得打得到 那個海警 你直升機來了 海警船也過來了嘛 對不對 那直升機被水噴到也會下去的 對 所以 C.C.C.O.它弄根本就不要擔心 它丟不準的啦 對不對 搞不好還把那個船甲板砸個洞來 那個甲板已經秀得一塌糊塗了 所以這一切就應該怎麼講 算是一個演出戲碼嘛 就是戲碼 就是你出一招 我出一招就是鬥而不破 對 鬥而不破 就不會跟 所以老公怎麼好意思 用飛彈用大炮去轟這個爛船呢 對 也不好意思打那個日本送來那個艇呢 對 但三不五十 海上啊 大船吃小船是很容易 屁股一擺了把你撞飛 所以日本的角色你怎麼看 日本的動作 一樣啊 中國大陸說 我警告你不要靠近 這是我的領土範圍啊 我的勢力範圍啊 你要來我就 上次連美國的那個加拿大的船 那個這個大船 都被那個錦雲號鬼切了嘛 對 他這個把戲還是可以玩呢 小船在海上碰到大船呢 真是吃憋得很了 對 那個浪都會把你推 如果這個船一個急轉彎 造成那個湧浪都會把你推翻掉 對 所以這個可以玩的把戲很多了 大家看熱腦吧 這個也不會打仗 對 所以繼續看下去 應該還可以演很久啊 這個水上軍繼續來談一下 菲律賓的這個補給船事件 又有新的發展 因為在海上呢是吃別 因為從空中來看 頓位差太多了嘛 就根本不是同一個級別的 那大陸算用高壓水炮 但是算是有相當的自製 因為都是噴往海裡面 並沒有直接去破壞 這個對方的這個船艦 但無論如何緊張升溫 所以先看到怎麼樣 日本有動作嘛 日本要提供這個菲律賓 兩艘比較大一點 比較好 比較新一點的這個艦艇 日本的角色進來了 還有美國的角色進來了 這個美國的航母編隊啊 美國來幫這個菲律賓撐腰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Useo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水族